fansupermart.com 大家好,都一如以往,來到我們三月份的每月投資展望 都想跟大家更新我們投資組合的最新的表現 我們在過去一個月採取過什麼投資策略 以及接下來我們的投資觀點 我們的投資組合中的倉位究竟是怎樣部署的 都跟大家去增加這份每月投資展望 其實都一如以往,可能再講多一點 因為有部份的投資者可能是第一次去聽這個 webinar 其實在我們的FSM管理組合中 我們都會提供很多不同的一些定期更新的資料 而當中包括就是我們每月的投資組合的一個flash sheet 這個flash sheet其實大家去回我們 在FSM管理組合的網站裡面 如果是Existing client 是我們現在的客戶的話 knock in就可以看到的 另外我們亦都是有一些regular report 就是定期更新的一些報告 包括我們今天來講這一份的每月投資展望 以及每月的投資組合的評論 大家可以去回我們FSM管理組合的網站 或者我們FSM的主網站裡面 都已經可以找到相關的報告 事不宜遲,我都跟大家去報告 我想在過去一個月重大的新聞 其實都有很多 我想集中在2月份2月初的時候 當中國仍是處於一個農曆的期間 其實環球股市都非常之動盪 再一次證明 是否中國的股市A股 導致環球的市場波動 還是外來的因素 或者市場的風險偉大 或者擔憂是非常之嚴重 事實證明後者似乎是比較令人感到憂慮 我們看到在歐洲銀行股 遭到拋售 例如德銀方面 市場比較擔心一些高高的債券 會否有一個違約 而觸發市場風險的遺納 是有一個下降的情況 但是去到2月中 或是之後的一段時間 又隨著看到油價和商品價格反彈 風險資產又再次有資金流入 甚至去到3月份的第一個禮拜 風險資產是有一個改善的 但怎樣也好 我們都會和大家去交付2月份 環球的主要股市債券市場的一個排行榜 在這個情況 在這個桌上 我們會看到在2月份 如果用本幣計價 即是指數的貨幣計價 你會看到 就是受惠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商品和 就是貨幣計價格的反彈 巴西和俄羅斯 甚至乎是印尼 都是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其實東協市場 在年初至今都做得比較好 我想我們之前也有一些研究的文章 研究的報告 上網 當時我們都已經說了 其實在年初資金 不是很見到 就是有資金外流 在東協市場 相反我們看到 就是這些錢 繼續在東協市場裏面 反而就是他們自己裏面 有一些 資金融入債市場 也就是說 資金融入債市 但是沒有什麼 在區內流走 所以其實 年初至今 東協股市是挺硬的 甚至乎 這一月的反彈 也看到 相關的股市資產 是有一個受惠的 我們看到 2月份 表現比較是令人失望 就是日本股市 因為如果用本幣計價 都會看到 日本股市的跌幅相對比較顯著 用港元計價 其實你會看到 日本股市沒有跌得那麼厲害 正正因為 日月對於美元 是有一個升值的情況 但是如果採取了 相反的策略 例如美元 對沖的貨幣 基金的話 其實 這個跌幅就會 去回 剛才我們剛剛那版 用本幣計價的跌幅 會是差不多的 其實在匯率方面 除了日元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 主要的貨幣 也算是 在年初至今 有一個月內 有一個太大的異動 但是怎樣也好 我們看到 2月份 其實的確 受惠 商品價格反彈 一些新興市場 或者整體新興市場 都是做好一點 但是問題就是 微感會不會有持續性的反彈 這個都要充滿於 基本印度 是否真是能夠接力的情況 在債券方面 債券的主要板塊 都是 普遍有一個 錄得正數的回復情況 無論我們說的是 新興市場債券 以及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券 都是有一個 不錯的聲勢 其實我們上個月也說了 在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券方面 受惠了避險意識高漲 其實資金是種了進去 就是一些所謂低供電低波幅 中長期高評級的國家主權債券 所以你看到就是 是這一堆的所謂的七八經營國 G7 Country Bonds 或者是一些 Global Bonds 其實在年初至今是做得不錯的 尤其是我們投資高漲的其中一條的基準 就是摩根基金的環球綜合債總會報紙數 這個指數其實都 確認了多少 一些比較高的發達國家的 主權債券 政策債券 以及年期都是比較長一些的 所以那條的基準 在年初至今都升得挺厲害的 亦都很顯著是跑贏 市面上的大多數的環球債券基金的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如果相對比起基準來說 在二月份 即是截至二月底為止 那麼我們看到就是我們五個的投資組合 都相對是 立為跑輸 就是他們的相應的基準 那麼再一次就是 這個 投資組合的表現 其實我們中間 已經是扣除了所有的費用的 那麼指數當然不會扣除費用 那麼所以如果考慮到就是我們0.56%的首次的應付費用 以及就是我們中間 成合至今收過 暫時 就是目前收過一次的一個貴度的平台費 大概就是0.125%的水平 那麼所以你計算一下 其實如果我們假設就沒有收到 即是我們未有計算這個 商品的這些費用的時候 就未必不同的指數會爭得很遠 那麼都是再一次就是 跟剛才說一下 就是有些什麼途徑是可以去回 就是上我們的網站 表解回我們最新投資組合的表現 其實就可以去回我們 FSM本來組合的網站裡面 簡選就是相關的投資組合 你就會見到就是相應的投資組合 他們最新的表現的情況 那麼有兩個因素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其實他們未必 是非常之去到最新的 可能就是今天你去檢查的話 未必有的數據是可以即時更新 因為我們是會等齊了 就是我們其他組合裡面的 基金的持倉 有了 就是一天都有了所有的NAV的食 我們才會更新那個數據 其實基準都是的 我們都是會等齊了 就是所有數據都齊了 我們才會在那一天的 的performance 我們才會更新的 而另一件事 就是要留意了 就是在那個中度保守營 和保守營頭的組合裡面 在我們現在 FSM本地組合的網站裡面顯示出來 其實 只是計算它的價格回報的 但是我們中間 其實是有派過保守的 所以呢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 網站的 去做回 我們到 會顯示一個 總回報 方面的數據 會比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說現在 在那個網站裡面的數據 你看到就是 中度保守營 和保守營 好像還略為跑輸 比起 就是平衡 因為我們沒有計算進去 我們所派出來的 所以我們 經過就是 我們希望 可以在 四月底之前 就 以一個 到未時 就可以給回 一個更加全面的 picture 給投資者 了解 我們的投資組合的表現 做成怎樣 在二月份的表現 其實都 大致上 沒有太特別 都是 相應 跑輸給的基準 最主要就是因為 基準 裡面 那條的 債券的 指數的部分 實在太極 但是我們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是不是因為 純粹要避險 就買進去 本身已經是極端 低要 甚至乎是一些 胡耀 發達國家的 債券 這個我們絕對不認同 所以短期 相對跑輸 在比起 我們擔心 其實 就算 現在投資者 又買開基金 你都會知道 我們 有 哪些的 債券基金 可以跑人 那條 在這段期間 其實都 未必很多 因為 其實基金 大家都 可能 或者基金經理 都已經知道 去買那些債券的投資價值 是相當之低的 低要 甚至乎是 不要 未必會衝進去買 所以這一期 就算是 那些 一些 作風 比較保守的 高高高幫 其實都很容易 投資 但最重要的 就是 要帶出 我們FSM 本地組合的 作用 因為如果 剛才我們所說的 負資源 可以是比較基準 但基準 其實就算 在剛才我們那個 債券的基準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在市面上 尤其是香港的市場 ETF 相關的 ETF 是少有少的 更加不用說 想賣 那條 債券的ETF 就算你看好 那些 不要低的 債券 也好 你都買不到 我想帶出 一件事 就是 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投資組合的定位 或者 在 這些 不同的 市況方面 給了 投資者 什麼的 角色 和 作用 你會見到 其實在很多時候 我們之前 都主張過很多次 一個環球分散 環球投資 和 多元化的 投資組合 風景廣泛分散的 多元化的 投資組合 其實是一個 全天候的 投資組合 因為在不同的波動 市況底下 都好 其實 他都可以 帶給你一個 不錯的 抗跌性 之餘 亦都是有機會 捕捉 存在的 投資機率 你會見到 這一浪 調整的 期間 我們的投資組合 的表現 亦都是相對 很多的 股市裏面 是能夠 跑贏的 如果你看到 我們成立資金 拿到2月22日為止 有什麼的股市 能夠跑贏 投資組合 都是 東協市場 例如印尼 馬來西 甚至 台股 如果你沒有買到這三個 你沒有拿到這三類的 單一市場股 基金 其實 可以這麼說 你很大機會 都可以 可能在這段期間 跑輸給我們 投資組合 我們投資組合的定位 就是 這個目的 希望 部分投資者 未必很有心思 去選擇市場 或者是 選擇基金 這個時候 就可以透過 一個 多元化的 投資組合 達至 中長期的 資本的增值 給予你 抗潔性 相對比起 很多 一些 的股市 甚至乎 單一市場 或者是 高級性的股票基金 一個更加的 抗潔性 甚至乎你都可以 拿回你自己 所賣的基金 去跟我們組合 去做一個比較 當然 如果你說 自己選股 選基金 是很厲害的 亦都可以 保持著 跑輸我們 performance 當然 亦都沒有 需要 去選擇 我們組合 相反 如果你自己 手持的基金 或者是你 過去 投資基金的 往績 其實相對比起 我們的 投資組合 都可能是差 其實就可能 值得你去考慮 我們這些 投資組合 因為我們一個 投資組合 你按一顆 就已經 包含著 很多 不同的 優質 的基金 亦都相對 投資者來說 是一個 方便 容易的 投資 決定 選擇 在 我們的 投資組合 股票部分 的持倉 這裏 希望跟大家 做一個更新 我相信 在二月份 跌幅相對 比較顯著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日本股票基金 和中國股票基金 亦都是 但是 今天 希望重點 說一說 美國股票基金 因為成立 基金 近來 是好很多 我一會不會再說 現在 大股票基金 你眼前看到 仍然是處於一個 雙位數字的跌幅 值得我們去說一說 這支基金 因為都非常有趣 以下就是一些 風險的聲明 都是那一句 大家想了解 這支基金相關的資料 可以去到 我們網站 看看 相關基金 銷售文件 為什麼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支基金 是非常有趣 因為 他本身這支基金 我們為什麼會加進去 因為我們本身 對於 美國股市的 高估值 是有一點 關心 所以我們採取 一個 投資策略 就是一個 混陷型的 投資策略 一方面 我們加了 這支 主要追蹤 就是 500指數 的ETF 我們是 希望 避開一個 主動人的 管理風險 事後證明 我們這個投資策略 都挺適合的 因為 你看到 ETF 真的做得非常不俗 但是 另一個 的 我們另一個 策略的另一部分 就是 買一些 我們希望涉足 一個 增長型的 潛在 投資的機遇 或者 透過選股方面 是 希望 仍然 有一些 alpha 給我們 但是 你會看到 本身 如果我們純粹看大市方面 其實都是 對的 因為你會看到 增長型的股份 是能夠 跑贏 價值型的股份 我們這個 混合型的策略 是不俗的 因為你會看到 增長型 如果我們拿 罗數3000 的 增長指數 在這一段 期間 或者過去一年 其實都是 可以跑贏 價值型 或者 一些 比較 防守性的 股份 就是我們用 罗數3000 價值的股份 就算我們拿 S&P500 指數 也好 都是有同樣的情況 都是看到 增長型的 跑贏 價值型 但是在 基金層面方面 其實 你會看到 2015年 全年 增長型的股票 都仍然 有能力 跑贏 其他 美股基金 的類別 包括 大股 中小型股 但是基本上這個升幅 是靠2015年的上半年 在我們的投資組合成合 的時間 開始 其實都是 他們大致上 在去年的8月31日 至去年年底 其實他們 增長型的 股票基金 和 大 那些基金 的表現 差不多 甚至乎 你看到年初資金的表現 其實增長型股票的跌幅 是相對的顯著 你會發現 就是說我們在大市方面 指數方面 觀點是對的 但在基金方面 那些基金 在美國股票基金的層面 有些什麼 是屬於增長型的策略 在我們銀行中 我們來源 五隻 相關的股票基金 尤其是 你看到 我們現在 投資 所投資的 一隻 增長型股票基金 這件事 就是 亨恕 大量 正宗 不只 內博 這些基金 就相當有趣,也看到這支基金其實在去年的時間 一直跟羅素3000的增長指數有些相似 但在我們投資組合成立開始的時候 開始到我們拿到2月份的數據 你會看到其實它開始是幾次價值型的股票 所以其實都很不同 本來我們是想買一些增長型的投資工具 但我們選了這支基金 其實我們開始投資組合開啟的時候 它一直的價值型是幾次價值型的指數 為什麼有這麼有趣的情況 因為這支基金是一支不一樣的美國增長型基金 它不是很單純去追蹤一個增長型的指數 例如比較多美國增長型的基金 它們一般都是會追蹤 或者是它們自己投資到的座位 都不外乎羅素1000或者3000的增長型指數 但這支基金很不同 因為它的持倉是高度集中 通常它的十大持股比例 已經是佔整個餅至少五成 而它的積極比例 就是這個ActiveShare 就是量度和基準的偏微的幅度有多大 通常都是遠高於90% 意味著它裡面的持倉 所選擇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近平和Benchmark 是很不同的 這支基金的周轉率是非常低 但是基金其實裡面所持有的股份 很多已經持有10以上 十年非常誇張 但是更加誇張的一件事 就是這支基金的十大持倉 每一支都持有超過20年 即是誇張到八 這是一個名證言順的長線的價值 就是投資者 基金經理 他自己都說明 其實這段期間是比較艱難的 因為裡面有些股份exposure 就現在是這一類股市的拋售潮 但是他也有指出 其實通常考書基準的年份 過了他之後 往後三年都通常會考贏回基準 這個圖表都已經可以見得到 所以這支基金本身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而這支基金其實你看看 就是最新的配置 重點是健康護理科技和文化的板塊 去年其實美股2015年的表現 都是集中在一些大型股傳承股 還有一些個別大名的科技股 或者是個別的互聯網股份 所以其實這支基金所overweight的東西 就成正去年的表現 亦都是解釋著 為何會有一個underweight的情況 raine weapon is đang Justice Jungones 或是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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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LEY 但因為也 camera-ring BEEP Ilcut 經歷了三次重大清理 這lang operators 所以這是基金經理解釋 整個倉位為何在去年做得不太好 但值得一提,其實這支基金的投資風格真的很不同 由它裡面的持倉所帶出來的一些平均數據是可點一番 例如整個投資組合的平均市場率只是去到基準的一半 市場率和其他主要的股值指標也是低過基準的 基金經理會覺得他們根本是一個長線投資者 他們不是很擔心,甚至是他們現金水平持續下降 因為在這一輪的跌市他們反而是加入了一些股票 作為他們的長線投資部分 我們對這支基金的觀點是否因為他跌了那麼多 我們就會很擔心,其實反而未必是 因為本身一直想有一個混合型的 approach 就是一方面我們有一個大市商的回報 或者是避開一些在市場不太太瘦 在一個高估值制約的環境下 我們是想買一些ETF去避開一些主動管理的風險 但另一個我們也是希望有一個增長型的投資的 exposure 本身我們看大市方面的方向是對的 但很可惜的就是市面上在增長型股份美股方面 未有任何的ETF 所以我們就要在基金的層面去找一些投資的項目 這支基金的黃色是非常出色的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個長線去投資 就是美國增長型的股票基金 那似乎如果從黃色去看 這支基金是最值得去信賴的 這支基金的證明顯示 其實通常經過一個跌市 或者是表現比較差的年代之後 這支基金往往在之後的三年 通常都是可以考贏的基準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 是值得在我們這段時間 去考慮去沽出這支基金 我覺得在時間上是不值得這樣做 反而很可能在它反彈的時間 去沽出才會再錯過升浪 而且這支基金真的很多的持股 都是持有超過20年 這支基金應該是被視為一個長線投資的項目 所以我們會覺得暫時都要持有這支基金 再繼續觀察這支基金的表現 在債券基金的部分方面 在這裏就要解釋 我想跟上去都很相似 在債券基金裡面 都是繼續做得比較好 你會看到一些亞洲基金 尤其是做得比較好 當中就是我們一隻的 亞洲高收益的基金 我們倉是這支的東亞聯封的基金 其實這個表現都挺明顯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個國策的出台 就是支持房地產 每逢內地的經濟下 但是又有一個沒有增長的目標 浮現的時候 其實就是相關的基金 或者是房地產的投資 然後再有一些計劃拋出來的時候 那內房債會做好 其實這個年初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說了 所以其實 受算它表現比較好 其實這個也是意義之內 新興市場的債券 在上一個月都是做得不錯 有一個反彈 但是部分原因 我都會覺得就是因為 就是石油和商品價格有一個反彈 那令到就是部分一些產油的 新興市場主權債券 是有一個反彈 那令到就是整個 新興市場債券的層面 是做好一點 市場氣氛有改善 那儘管看一下 這個反彈量可以維持得多久 因為暫時目前觀察得到 基本面還未有一個真正的改善 但是今天反而說 就是我們在過去一個月 我們做過的一些 investment action 就是我們特朗普裏面 有些變動 是希望想跟大家去講一講的 我們就是我們的action 就是減持 或者是沽出了部分的 亞洲的高收益的債券基金 而我們增持 將這些資金轉入了 就是美國的高收益債券基金 我想我們之前很多不同的 FSM管理組合的一些報告 或者就是在我們這個投資組合的 策略方面的 一些 webinar 都有跟大家去更新 美國高收益債券 真的是非常吸引 在一個息差方面 我想已經回到一個非常吸引的水平 你要知道就是 New spread 能源債升了這麼多 記住 我們通常在股市 我們會看股值指標 我們可以看視障度施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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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After normal 鎮渠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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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 在隱含的違約率,問題是會不會這麼壞呢? 我們會覺得這個優惠 spread 在優惠25%的存在 已經在優惠近一個crisis level 因為歷史上我們很少會見任何一個國家的高息債 甚至乎單一的產業高息債會差到這樣的地步 現在三大平級機構或市場所估計的能源反化今年的違約率 或未來兩年的違約率介乎5%至13% 你見到這個範圍是蠻闊的 意味著亦有很多不同的不確定性在裡面 但問題是說就算上到13% 其實現在這樣的息差水平已經是過份反應了 我們不覺得情況會這麼差 尤其是進入近美國的能源企業公佈的認識出來 他們是落了很多努力在一些減產和減少資本支出和cut cost方面 這個做得不錯 亦都令到他們雖然是有虧錢 但是跌幅或者營利的倒退 其實是小過分析員的意義 亦都顯示著他們這方面的努力 未必是真的我們在唯有的方面看得這麼淡 以及Yield spread活動的水平 是在過去歷史上很少見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每次的Yield spread上去就是7、8年以上 有什麼年份是見過呢 就是有1998年、2000年、2001年、2003年、2008年的金融開市 現在我們又再一次看到 通常在這些Yield spread水平 美國的高息債券是很可觀的 而且美國的高息債券 就算我們看回超級優勢也好 其實比起很多高息債來說 就算我們拿回亞洲的高息債來說 其實都是很吸引的 甚至乎你看到那些CCC以下 都比較多隻能源的公司 優勢非常之高 當然我們不是說重點看超級優勢 但只不過是帶出一點 就是說其實就算用回超級優勢也好 美國的高息債是很值得去考慮的 有一個例子給大家 就是在2005年 當時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 其實都是有一個業績的嚴重的倒退 當時投資者比較擔心 就是整個美國的汽車產業 會不會有很多的小小公司 會倒閉 或者就是有一個違約 當時我們看到 2005年在汽車行業的高息債 是跌了很多 但是我們投資者 是不是真的這麼擔心 default rate 我們看到就是2006年的違約潮 才繼續發生 甚至乎去了一個十幾% 雙位數字的default rate 但是當年2006年 其實在汽車板塊的高息債是大升的 所以後知後覺就是 default rate 可能真的值得擔心 但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數據 問題也是那一句 就是現在你這樣低產的價格 或者這麼高的U spread 是不是把這些負面消息 已經是足夠優勢 如果是足夠優勢 就算這個default rate在下一年 如何飆升也好 如果價格足夠低產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時機 去賣入 正正就是以上這麼多的原因 我們在2月底的時候 作出以下部署 我們就是 沽出了亞洲高息債券 去鎖定了部分的利潤 因為剛才我們那張圖 也看到在亞洲高息債券 那張圖的基金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的回報 我們希望沽出了部分 鎖定部分的利潤 並且將這些資金 轉入美國的高息債券基金 我們對於這個股票策略 其實在目前2月份 我們都是維持相關的觀點 是沒有任何的轉變 但要留意就是我們最近的研究部 已經是上了美國和歐洲的升號評級 只不過就是問題在投資組合策略方面 我們仍然維持減持 因為我們都是採取一個相對的 投資價值的一個模式 因為在這一段的調整期 沒錯就是美股和歐洲股市 其實都是有一個顯著的調整 令到他們的股值回到歷史的平均水平 但問題就是其他市場的跌幅是更加之勁 例如日本、亞洲和中國股市的跌幅是更加明顯的 所以在我們自己裏面投資組合 所購買的一些市場 或者資產類別來說 我們就算升級了 都好 其實在我們的組合策略 仍然是維持不變 那債券部分 其實我們都是繼續看好 亞洲的高息債 和美國的高息債 只不過就是我們 覺得在美國高息債的層面 我們有一點策略性的部署 希望有一點微調而 沽出一些亞洲的高息債券 鎖定的利潤 再丟到人家的高息債 那不代表我們中間有任何觀點的轉變 那我今個月的 presentation 就到這裡了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的話 可以去左下角的boss 去留言 希望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大家沒有任何問題 那也不要緊 那也密切留意 就是我們接下來一段時間 都會繼續推出一些 我們FSM管理組合的 一些相關的報告 或者一些資料 希望可以讓大家更加了解 我們整個FSM管理組合 無論是表現 和投資策略是怎樣去做的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